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 欢迎来到较快二线上最容易的五星寻赏 也就是一塔多一尔这个寻赏 这是最好做的 而且呢 你挂机30分钟的之后呢 就会获得0.48的金条 还有一两千的经验值 还有几百美元 还是很赚的 对不对 当然了 他刷钱的效率虽然说没有五线拉花那么高 但是呢 对于 闪见人这个职业来说 这个是这个职业中最容易 而且收益最高 难度最高的传奇寻赏了 这个升级真的是非常的快 再配上玩命之徒战的话 你分分钟就可以满集了 20级 好的 我们直接跳过剧情 开始任务 现在我们做的是五星悬散的一塔多一尔 首先呢 我们来到这里 这里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堵在这里就好了 我们就在这里挂机 直到真正的一塔多一尔现身 并且说这是陷阱啊 准备撤离的时候 我们就去抓他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旁边的敌人呢 会视你为空气 你只要抓住真正的一塔多一尔就行了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挂机 或者说你去做点其他事情 赚点经验值 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很简单的 马上就抓到 五星寻散的一塔多一尔了 那么呢 为什么要等半个小时呢 因为要等半个小时的话 他拿到的环境啊 经验值啊 是最多的 如果你马上交了这个一塔多一尔的话 拿到的钱 拿到的经验值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那么呢 在这里推荐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个港口啊 在这里呢 还会刷一些一塔多一尔的跟班啊 我们还可以赚点击杀的经验值 这些人不会有很多 你基本上杀几个 他们就不会再刷新出来了 那么呢 你就可以做收藏家的事情了 去做一些收藏品啊 赚一些经验值 等30分钟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一塔多一尔的交给警察 就可以联取你的环境啊 经验值啊 金钱啊 好的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获取最新的欢迎到外科二线上最新的攻略资讯 那么呢 联机群的话 我也会放到简介里 你们也可以联机交友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